三连到位,黑板干碎 您的每个三连都是UP主生发的动力 哈喽大家好,我徐桑给大家带来年前最后一期复盘 RNG和BLG这个对局还是挺有意思的 时隔1047天,RNG再次战胜BLG 属于是血脉压制解除了 决胜局RNG给逐了上路照顾 确实有点去年内畏了,我们直接来复盘 思路清晰,先说BP 决胜局两边红蓝方跟第一局一样 甚至下路组合的选择上也是一样的 但是在第三手,BLG首先做出改变 先把杰斯选出来 原因很简单,按照第一局的剧本走下去 RNG会在第三手出格温 然后第二轮班再针对上单选角 在那种情况下,BLG不太好处理这个格温 武器虽然在成型之后能打 但堆线期还是很难受的 基于这种情况,BLG先下守卫墙,锁下杰斯 让RNG不好后手出格温 这样的话RNG也得变 决定把原本给格温安排的剧本搬到飞机身上 先拿飞机,二轮班处理中单角色 不过这也正是BLG想看到的 从BLG两局不抢飞机 甚至第一局还是第二轮放出来的 意思很明显 BLG这里中路有应对飞机的手段 其实是不太担心的 不过RNG这里两班可以细品一下 维克托和发条 一般来说,上出飞机的队伍 都比较担心威古斯和蛮王 因为这两个角色都是有机会在线上打出击杀的 不过这局对面是4-4 总体打法偏刷 不是说威古斯蛮王玩得不好 而是上线肯定没有这两个鼠手刷子搞 小虎也自信自己的对线不会出现问题 不过他打野为了选择上 这两个队伍都是盲森优先级很低的队伍 所以先抢肇性的RNG算是赚了个小便宜 而BLG这边选择的是威古斯 加阿杰基强杰子中叶 最后就等着RNG出招了 换一个队伍 这里十有八九得出九层扛线 弹着双C不缺输出 不让下半区去打就好了 但这谁啊 辣乌卡蜜尔啊 不讲道理就是自信所下 其实青钢尹和杰斯的对线 并没有绝对的counter关系 前期杰斯会对线舒服一点 可以切炮形态Q点去规避青钢尹的外拳打不了 不过青钢尹一脸打出被动的话 杰斯也没有太好的处理方式 毕竟垂形态的E 是来不及打断青钢尹一脸勾索的 总的来说 双方上单就是硬拼细节 通一个技能 可能都是会让上单的天平清洗 总体来讲 两边都是可以围绕上下两条边路 起节奏的阵容 但相较之下 青钢尹配合队友的能力更强 所以RNG围绕上半区起节奏的机会 比BLG更大 同时BLG的进攻压力会稍大一些 团战很考验中野的进攻 进入比赛 上路青钢尹打杰斯 针尖对卖盲的对决 哪边打野先到 哪边就会舒服一点 所以双方打野都是从下往上耍 信息收集是必不可少 阿兵三打下来 开局都是占三角草 所以BLG这里开局 直接抱团看看有没有机会 抓点东西出来 不过这个还是次要的 主要还是把阿兵逼走 拿三角草买一个视野 并且另一边F6的出口 也插下视频眼 这代表赵信是没机会 二级抓上的 也有机会看到素三抓上的通过 不过在BLG抱团 低青钢尹位置的时候 卫古斯A了青钢尹下 草丛连A人是会暴露队友视野的 这里RNG发现了日女的位置 所以明判断 BLG下午顶多有AD一个人站岗 于是深入野区 插下了视频眼 这样一来 其实双方打野位置 都被对面抓得差不多了 RNG知道挖掘机往上刷 而BLG也看到了 赵信速三干客的动向 本来到这里 大家也就各打50大板 但V在发现之后 做了一个回去刷野的假动作 实际上杀了一个回马枪 杰斯还是放松了警惕 结果就被RNG上野抓到了机会 看上去一换一捕亏 但杰斯非常难受 这个塔前线 必须要TP来硬塞进去 而且最好需要打野的帮助 毕竟上一波干客的时候 BLG能从刷野书判断出 赵信上半区的野还没有刷完 这里BLG的上野联动 确实出现了问题 在挖掘机去反过F6之后 他应该能判断出赵信 应该还会去刷施甲虫 因为普通野怪的刷新时间 是135秒 蛤蟆怎么也得在4分20秒左右才刷 下半野却没有野怪 赵信想刷野 那也只能刷自己的施甲虫 上路这个线是非常危险的 要不然呼吸哥远离兵线半挂机 但这样会非常伤 这个线能给青钢影空一年 那杰斯就不用玩了 要么是挖掘机直接来上路保推线 由于小虎飞机蓝量不佳 甚至杰斯推完线之后 还可以配合挖掘机 入侵一波试驾虫 这样赵信就非常难玩了 想刷野还得绕到下半区的蛤蟆那里 我个人更推荐挖掘机来保上了 不过威威这里比较奠地着他的三郎 最终杰斯被抓死 不过说实话 这里的杰斯开始的处理还不错 一手三人转 要给阿威绕麻了 不过后续送塔的处理还是有在商榷 这个送塔的时间点比较暧昧 容易被判定成英雄击杀 其实被造成伤害后的15秒内送塔 都算是敌方击杀 这里青钢影最后一次A杰斯的时间点 是5分01秒 而杰斯阵亡的时间点是5分15秒 就差1秒 其实F6有挖掘机之前留下的视野 可以看见小虎的洞下 靠着切形态的移速加成 赵信一时半会追不上 呼吸哥其实可以尝试送高地塔 就算退一步来说 给赵信人头 其实要好过给青钢影人头 要是青钢影能够加速不甲石加神分的进程 这杰斯对线也没得玩了 当然 送塔这里稍微有点码活泡 总的来说 5分钟死两次的杰斯 这把已经气了 给大家看一下这杰斯有多难受啊 3分钟的一波塔下线 能被控到7分钟的 青钢影直接越线压人不给吃惊艳 杰斯无奈化身江狗 还想去帮中路干开一波 就是为了等线进塔 简直做大了 那没办法咯 上半区BLG出师未解身先死 只好转站下半区 靠着下路线权空气好龙 再配合中路约下塔 是BLG除了帮上以外的plan B 比赛里是这样 一个半区劣势 就一定要在另一个半区里换回东西 RNG下半区是必然少人的 如果BLG能够完成这波月塔 甚至有机会 比有先锋的RNG更快拿下一塔 但这波月塔炸了 可能是听到飞机飙到极限的声音 难免有些急躁 换扛出现了问题 外交机R7手的时候 应该是二菲流斯A人换扛 也方便拉出防离塔仇恨 但他点了几下地板没A出去 导致平A伤害在挖掘机R之后才出 变成了挖掘机扛塔 而这里泰坦往上走的走位很细节 不过作用不是大家所说的 把挖掘机大招的落地位置 放到金格斯的夹子上 因为我们测试过 挖掘机大招和目标中间隔一个夹子 状况会被夹的 这波往上走位的意义在于 挖掘机落地的位置更靠上 不过刚好卡在了塔后 这真是治疗加死亡闪都救不回来了 人头是小 没换到资源似的 相当于RNG在上路纯赚一波 这个交易一点都不划算 与此同时 秉承着下半区做事 上半区不打架的原则 杰斯继续在野区耕耘 搜了掉的蓝buff 不过这个上一塔是完全熟不了 青光影和赵信 可以依靠先锋 舒服地吃掉五层塔皮 九分钟上路单人对位经济差 接近两千 今年是2021年吗 不过提前退掉上塔 在这个版本对上单来说 不一定是好吃 因为之前杰斯是相当难受的 现出去吃不了 现进来趴被跃 但这塔退完之后 其实是缓解了杰斯的发育压力 另一边青光影也比较尴尬 14分钟之前 TP只能踢塔 也不太好把优势 服侍个队友 要把兵线塞进塔的话 位置会相当危险 拿到大优势的阿兵 打得相当自行 这样玩 BLG是不可能不来管的 可以看到威古斯 本来想回中路队线 看到青光影一直在上路晃 杰斯塔刀也吃不安神 他转道来上路抓的 然而阿兵用一个很极限的走位 扭掉了威古斯的大招 这里说句题外话 我们都知道 威古斯大招判定范围挺大的 在训练模式里复刻了一下 威古斯和青光影的位置 确实有机会大到 可能是跟模型和视角差也关系 才让威古斯没大到 最后FOR加双招 没抓死青光影 实在是太伤了 这也为后面BLG的崩盘 埋下了一个小伏笔 BLG这局控龙其实挺快的 所以第二条龙也得准时控 这个版本12分钟两个上单 提前TP刀下的5v5大团 非常少见 日女决定开团 这里开团的依据在于 日女全期比泰坦多一个助攻 表表会在快两分钟赚好 这波团日女的容错空间 比泰坦更大 然而这里有一个问题 BLG的输出并不足以秒掉泰坦 首先 杰斯对位落后严重 连一个神话装都没掏出来 其次挖掘机和威古斯 并不能第一时间到场补伤害 还记得没大没双招的威古斯吗 到不了 挖掘机一几亿挖碎到的CD 接近半分钟也跟不了 所以双方正面的战力 是不成正比的 随着青钢引的进场 BLG直接兵败如山倒 反而相差无几的经济 一下子被拉到了三浅 接下来的BLG非常难打 每一次飞机捡完炸药包 BLG就自动让赏龙 只能在有限的空间里 去做一些换塔的行为 而不是一味的往后缩就可以了 BLG就算能换一些资源 也不得不面临野区完全沦陷 视野捉不出去的困境 比如说RNG开打第一条大龙之前 日女只能做一些保守演维 尽管BLG很快发现了RNG的打龙 但保守视野造成了全体位置靠后 仍然没有让他们守下大龙 这条大龙积累了足够大的优势 再往后打 就是为什么上单多一件 九头蛇丹奈特别猛 为什么打野领先一件血手特别能扛 为什么AD领先一把无尽伤害特别高 为什么这青钢引 一脚别人半条命的剧本了 综合来看 虽然前期双方的侧动点都在上半区 但RNG明显对保上的熟练度更高 通过一些小细节 成功在上半区打开了局面 而在面对BLG及时的转下策略时 Gala和明也没有给到机会 遏制住了BLG的进攻节奏 在比赛的后续过程中 RNG始终保持着非常紧密的节奏 没有给到BLG一点机会 最终顺利赢下比赛 好了 这期的复盘到这里就结束了 感觉RNG已经有一点点 找到了冰的使用说明书 最近的状态也有所好转 这也是年前的最后一期复盘了 我们新年也给大家准备了一些特别节目 提前祝大家新年快乐 呼呼声微啊